习近平近日他会晤了20多位 大多来自欧美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长时说 他说西方有一个说法 如果别人打你左脸 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 而在中国文化中你要以牙还牙 华尔街日报认为 这预示着北京在美中经贸对抗中不会让步 并将强硬反击 另据报道 中国宣布下调部分亚太国家的大豆进口关税 并扩大了从巴西和俄罗斯等国进口大豆的来源 为7月6号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做好了反击准备 那么川普习近平剑拔弩张 美中贸易战还有退路吗 关税选项受到美国商品进口规模的制约 中国会不会动用人民币贬值 以及打压美国在华公司等其他手段呢 一旦贸易战全面爆发 中国顶得住吗 今天我们时时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 以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 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 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野良 夏教授您好 你好 许波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 北京经济学教授胡星斗 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 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号码是400120551 400120551 另外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中共领导人他和喜欢随便讲话的川普总统不同 中国领导人讲究的是九五至尊 讲究的是身藏不露 一言九鼎 所以习近平以牙还牙这个说法呢 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我首先来请教华盛顿的这个夏野良教授 您怎么看习近平这种说法 他是一种姿态呢 还是一种决心呢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向来是非常讲面子 美国这一次呢 就是在贸易制裁问题上是步步紧逼 几乎不给中国喘气的气味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显得这领导人很没有面子 所以他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这种强硬的这种形象 否则的话没法向国内交代 也就是说他长期以来打造的这种中国崛起啊 这个中国在世界上很多事物中都会影响引领世界 这种形象他是要维持的 所以这次呢习近平是公开表明他的决心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体制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不在乎经济贸易造成的巨大损失 给老百姓带来的这些不便 或者是福利的减少等等 他在乎的是专制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这种形象 还有这个他的实际获得的统治集团的利益 所以呢这一点呢倒是跟美国跟西方政府不同 西方政府很顾及普通老百姓的感受和利益 如果而讲老百姓不满意 纳税人不高兴了 那么政客们都要收敛 所以这一点呢恰好是相反 我想这次习近平下这样的决心 一方面呢是前一段时间 中国实际上已经服软 就是当美国商务部制裁中芯公司 说今后不再供给芯片这些产品的时候呢 中国实际上已经服软了 多次而且是两次派刘鹤副总理来美国谈判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 仍然是美国态度是越来越强硬 所以呢习近平现在他也实在忍耐不住 他说就是要以牙还牙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以牙还牙 其实中国没有多少的牌好打 好的那么接下来还要讨论 但是呢这个夏教授看起来呢 倾向于习近平这一次下了决心 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胡星斗教授 美国媒体的确很重视习近平 这种以牙还牙的说法 认为呢这是美中贸易战开始酝酿以来啊 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明确表态 预示着北京已经不准备退让 那胡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北京在低轮的贸易战中 如果这个贸易战爆发的话 的确是不会退让 但是从长期来看会妥协的 习近平今天会见马迪斯美国的防长 说也说到中美关系 做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之一 实际上他这个话中是有 有另外的含义的 我认为局势恶化到现在可能双方都有各业等各方面的不妥 如果能够给对方一个面子或者是给一个台阶 或者是再继续商谈最终会达成一个妥协的协议 而且中国在中美贸易中也没有获得那么多的好处 所以我就说一开始低轮 中国是不会退让的 中国他没有获得那么多好处 所谓的37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很多是外资企业出口的 还有很多是中国贴牌啊 代加工生产的出口的 中国积累了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一万多亿美元就购买了美国的国债和企业债 而且中国在资源环境劳工权力等方面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国普通民众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 那就是说外汇储备多了 中国对外援助可能更大方了 一带一路的投资也更多了 但是损失也有可能更大了 而且呢中国的外汇储备 它基本上全是国家外汇储备 与民众也没有多大关系 没有多少好处 像这个日本外汇储备才一万多亿美元 但是它民间有三万多亿美元 所以这种像日本那样的民间的外汇 日本的那种总的外汇 实际上比中国还要多 而中国的外汇呢主要集中在国家 但是呢如果分寸到民间 像日本那样的那种好处呢就更多 至少不会让美国觉得好像眼红 就觉得这个中国从中美贸易中 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实际上中国并没有获得什么很大的好处 所以我认为第一人是不会 中国是不会退让的 好的那么两位教授呢都表示 好像中国这一次呢是不会退让的 的确中国不仅仅呢只是言论 而且我们看到行动是紧随其后的 昨天呢中国当局宣布对亚太和美国之外的 这个进口大豆关税下调为零 大豆零关税 那么夏教授制裁美国大豆呢是中国反击 美国加征关税的一个重要手段 这是不是已经预示着说中国已经开始 采取行动了呢夏教授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呢 它这个大豆是中国的主要来源之一 但还不是最多的最多的来源国是巴西 但是就如果说从美国进口的大豆 要加征关税的话 那么对美国的农民会产生一点影响 那么有一些在短时间里边可能大豆的市场 结构要发生调整和变化 这对美国农民来讲可能有利益方面的损失 但是呢其实中国严重的依赖大豆 就是说如果真的不向美国进口 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因为我们知道大豆里边的豆博和豆油 对中国来讲的话都是在各行业用的比较多的 像饲料行业像禽肉蛋这些都是需要 所以说如果讲大豆这个进口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的话 那么会影响到中国的副食品 以及猪肉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影响到民生问题的 甚至会引起通胀问题 所以我想这个中国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贸易战呢 也是在习近平下了决心说不得不打要以牙还牙 但实际上呢是打不起的 而且打不长远 所以在我看来呢 这个一方面这个双方呢都是有意气之尊 另一方面呢 美国呢其实讲起来从道理上来讲 更加具有这个理由 比如说川普一再强调 就是自由贸易要建立在公平贸易基础之上 而美国过去这么多年来 已经让中国享受了巨额顺差的好处 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所以美国不能够再继续忍受这样一种不公平状态 那么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个贸易战我认为是一个长期的博弈 它不会是说短时间里边逐步升级 然后一下子进入到白热化 一下就分出个胜负 在我看来呢 它是打打停停 停停打打 有可能是三五年时间 甚至十年八年时间 可能不止一个总统任期 所以我想这个这样一场长期的博弈 其实更加要求双方 一方面要能够这个有制胜的一些武器 另一方面呢 还是要考虑到一下国内这个实际的需求 和老百姓 各个利益集团和产业方面的一些实际的需要 好的 那么我来请教胡教授 刚才夏教授提到 大豆不是一个轻易可以动用的武器 因为它关系到国际民生 我们知道提高大豆关税 提高这个大豆的关税 是中国反击美国的一个重要手段 但是大豆 刚才夏教授提到 也是事关中国国际民生的一个重要产品 那么如果中国对美国大豆下手 美国当然会感到痛楚 但是中国呢 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呢 胡教授 目前中国已经下调了一些国家进口大豆的关税 降到零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也就是说 一方面可能提高美国进口大豆的关税 但是另一方面 将其他国家进口 向中国出口大豆的关税 降为零 这样不会影响 中国国民对大豆的消费 和相关产品的消费 而且呢 不仅是大豆 这次中美贸易战 如果把它成为贸易战的话 它还促进整个中国普遍的降低关税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 中美贸易战给中国民众带来了福利 比如中国 好像是从昨天 昨天是宣布的 从7月1号开始 对差不多1500种项目 这个平均的这个关税 要从16%左右 下降到6%左右 那这个降幅是非常大的 而且在这之前呢 也宣布对于这个100多种产品 进口关税的税率 也是从17%什么 什么这个 大位下降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它既可以满足 中国人民对那种高品货生活的需求 对进口那些商品的需求 也可以促进中国的供给侧的改革 也就是说降低了关税以后 国内的企业就不再受那种高关税的保护 这样有助于提高这个企业的这个竞争力 而美国目前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关税 只有1.6%左右 中国的关税 从刚才的数据来看 大概在16%左右 也就是说美国的关税 只有中国关税的这个十分之一 所以这个这次中美贸易 它促进了中国大大的下降关税 因为过去中国关税太高 的确造成了这个市场的扭曲 资源配置的错位 市场经济的不良的发展 导致了效率的下降 导致企业没有竞争力 导致消费者等剩余的减少 所以中国借着这一次中美贸易 在下降关税 提高企业的这个订阵力 它促进了国内的进口 对普通民众 反而是带来了福利 带来了好处 好的 现在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了 我先给大家读一下 我们一些网评 回应刚才两位教授的这个说法 然后我们接电话 我们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 也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首先是我们这位网友叫刘汉 他说中美贸易战是应该打一打 才知道会发生什么 习近平让打 民粹说也要打几回合 如果能够打到 美国率先扛不住就赚大发了 如果中国大陆率先扛不住 自然也就全面开放了 这对大陆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 刚才胡教授也有这种想法 埃德文陈他说 贸易战的退路有两种 第一种是美国退让 任由贸易逆差继续扩大 任由美国政府债务无限扩大 任由美国普通人的债务继续扩大 直到美国年轻人被利息压垮 彻底诅咒美国资本家拒不还债 第二种是中共退让 放弃中国制造2025 放弃国企垄断 放弃主要的维稳经费来源 改变中国统治模式 美中贸易战不仅是经济问题 而且也是政治问题 这位网友说 以牙还牙 习近平还真不虚 声波袭击在华美国人 以安全审查为由 终止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 以检查为由 让美国货出不了仓库 过保质期 大不了去扎美国大使 汽车轮胎贸易差不多 贸易差不多是问题 维帝 维帝这位网友说 中共的成立就是靠物质和利益 来贿赂人心形成团队的 所以从中共的核心人员 到中共发展起来的官场制度 无一不是通过贪腐 来维持中共团体的团结 因此当中共在国际 肆意扩张政治权力的时候 每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 都会被中共的贿赂士 结交腐蚀 美国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才坚决要跟中共对抗到底的 下面我们来接电话 首先是天津的爱先生 天津爱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一下 就是美国贸易 主要就是美国的竞争力不够 你看美国如果从 比如海电 冰箱 这些家电的 家电类的产品 美国就不是最好 如果在汽车方面 美国是德国和日本 甚至韩国汽车的 汽车的对手吗 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 所以积累了这么大的贸易力差 并不是什么政治问题 如果像夏业文先生说的 那么川普总统 总是说美国优先 反对政治正确 支持就做 那给了你们这些 专家的脸了吗 好的 谢谢天津的爱先生 下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 河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河北李先生你好 我觉得这个中美的贸易战 都是每个国家都在争取 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大化 也并不是说 每个美国就这么高尚 中国都这么无耻 那中国以前是有 不遵守贸易规则的行为 但是作为一个 后发性性的话国家 他完全遵守这些 先发性性的话国家 制定的规则 他是不可能的经纪人 是超过他们的 另外我就想要说一下 你们美国之音 我觉得你们美国之音 像一个就是美国版的央视 就是完全就是 只不过是意识形态 跟中国的央视完全相反 好的 我从来基本上没见过 你们请过就是说 跟夏业良这样的人 意识形态相反的人 跟他去辩论去 好的谢谢 你们跟中国的央视 有什么区别 好的谢谢河北的李先生 我们今天请的客人 这个胡星斗教授 就在很多方面 我们看到 他跟夏业良教授的观点 是不太一样的 下一位是北京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好的谢谢北京的李先生 我相信最后领复住的肯定是美国 谢谢李先生 最后是天津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我觉得美国这个贸易战 就是当你有一个强大的出行 出来的时候 人家就会想要掐死你 让你死在这摇篮之中 扼杀你 这是反正这就是美国的惯用伎俩 只要别人强就得扼杀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 谢谢天津的王先生 这样刚才我们的网友 听众观众 他们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我们请两位嘉宾 首先来综合的回应一下 我们的网友 听众和观众 首先夏业梁教授 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美国之音 虽然刚才有些人 一直批评美国之音 是美国的央视 可是既然中国有央视 也有人民日报新华社 像有些职业五毛 他为什么像夜夜值班一样 每次都非得到这来打电话呢 天津的爱先生 是非常固定的职业五毛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 如果说觉得我这样人的观点 是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们的观点 不是从来也没有变化吗 是吧 所以各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这个不奇怪 奇怪的是只有一种声音 好的 那么我们美国之音 实际遵循的就是这样一种多样化 我们在我们这个节目上 只要你认真 只要你认真参加我们的节目 认真的讨论来评论 什么样的观点我们都欢迎 好 胡教授 一句刚才听众中有不同的观点 有些观点我还是比较赚透的 比如刚才那位说到 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问题 本身就是发展经济学中的 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也就是说后发国家 怎样才能够追赶先发国家 先发的国家 它注定了它的规则 那后发的国家要不要遵守 这个的确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另外还有一位听众说 美国只要别人强大 美国就一定会扼杀 这个我觉得倒不一定了 这个比如说德国强大 日本强大 那倒不一定就是 为了把它扼杀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谈 这个休斯底德陷阱 两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 好像必然发生冲突 休斯底德它讲的是 雅典与斯巴达 这么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 不同的制度的国家 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 最好是产生冲突 这个地方关键可能 还是不同的意识形态 不同的制度 雅典它是一种制度 斯巴达是完全是另外一种制度 这么两种制度 它有可能在争霸的过程中 在崛起的过程中 会产生冲突 而不是必然两个国家 在发展的过程中 这个就一定会有发生冲突 好的 那么现在下面我们 接着我们的问题来讨论 我们两位嘉宾 在接下来的讨论过程中 也会逐步的来回应 我们刚才听众 观众和网友们提出的 这个问题和发表的评论 现在距离美国点燃 贸易战的这个实践 仅剩下不到十天了 有人仍然期待着 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说近日美国有媒体透露 说川普政府已经邀请王岐山 前来美国谈判了 那么请教夏教授 您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 但是没有多大的作用 因为这个刘鹤来过两次 现在的情况 就是习近平已经发话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即便不要说这个王岐山来 就是习近平本人来 也未必能够会取得非常满意的成果 所以这个情况呢 就是肯定是双方要交一轮手 交手之后才知道轻重 后面才知道盖出什么样的牌 所以我并不看好说 谁来就能把这个问题给调节好 当然呢 你说这个私下里服软 提出一些新的有诱惑力的条件 让美国罢首 这个可能性对于中方来说 当然是存在的 但是美国愿不愿意接受 一些私下提出的条件 就就此不打这个贸易战了呢 我想不会 因为如果会的话 前两轮就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其实并没有 好的 我来请教胡教授 您认为王岐山他能力挽狂澜吗 这个刘鹤刚才夏教授指出这个问题了 刘鹤解决不了的问题 王岐山就能解决吗 王岐山这个副主席 他跟美国的政界商界 有很多私人关系 但是在国家问题上 个人的友谊他是靠不住他 这个川普也不断地说 他与习主席非常友好的个人关系 但是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 没有永恒的友谊 不过呢 王岐山副主席呢 他是一个改革人物 80年代那个时候 风靡全国的走向未来重塑 他是编文是吧 他应当可以更多利用 他的智慧和权力 来促进中国深化改革 从根源上化解中美矛盾 在这方面 我觉得他倒是可以多做工作 也就是说中美矛盾 它的根源是什么 它的根源可能其实还是 不同制度的矛盾 不同模式的矛盾 中国模式 它是政府控制型的经济 新方的模式 它是自由市场经济 这两种经济模式之间的矛盾 如果这种模式的矛盾不解决 中美之间 那就不仅是贸易战 那很有可能走向新的冷战 甚至走向新的热战 那就是军事冲突 都很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王岐山副主席 应当在促进中国改革这方面 在对中国模式进行改革改造方面 可以发挥作用 好的 那么现在大量网友回应 我们两位嘉宾 我给大家选读一下 傅政辉 他说习主席强调 在美中贸易战上 中国将以牙还牙 这是对等相报的意思 中国不是日本 承受力和反击力都很大 而且在竞争对手的角度上 绝不可能退缩 川普总统可能大大低估了中国的决心 更无法以增税意图呢 达成贸易战的目标 Dave New Young 这位网友说 他说美国大量的大豆产量 都是对中国市场的 专门为中国种的 不过受贸易影响 美国农民不种大豆 美国农民不种大豆 种蔬菜了 但是中国的大豆缺口 还在那里 受苦的 还是中国的老百姓 Aguardo D 这位网友说 他说共产党如果一直秉承 要偷窃 剽窃 盗窃美国技术 而不改变的话 我支持美国对共匪的任何打击 玉玺 他说贸易战中共 在一开始就没有退路 贸易战要求共产党 遵守WTO的规则 承诺 遵守国际贸易秩序 换言之就是要求 共产党国家资本 共产党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 体制性让步 是毁灭东西南北中 党管一切的体制 这是中共绝不能接受的 方CD 他说美国的贸易战 美国的贸易反击战 打不打取决于川普的决心 中国没有什么排打 也不会从根本上改革经济制度 只有利用朝核问题和美国周旋 现在我们再接两个电话 吉林的孙先生 吉林孙先生你好 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其实中国政府 现在让老百姓 种大豆 一场地给补 十二百块钱 老百姓不愿意种 就是不搞好地种 要是补少一点 过年的话老百姓 就是指令不能种了 老百姓种大豆是亏本的 我就说了一下 好的谢谢吉林孙先生 您给我们提供这个重要的信息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 中国的确是要在大豆方面 对美国动手了 那么河南的沈先生 沈先生你好 河南的沈先生 您抓紧时间 沈先生看来线路断了 安徽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请讲李先生 我请问一下 夏教授 夏教授 他一上来就说 中国人不计美国的大度 中国人民的生活 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是什么接那个经济教授 是中国周球教练 教出来的教授 好的谢谢你 安徽的李先生 难道他日了什么事 他就是逢中逼返 谢谢李先生 好的我们讨论问题可以 但是不要做人身攻击 我们继续接着我们的这个问题 这个讨论 如果说这个贸易战 这个真正打起来的话 美国可以一再扩大 对中国进口产品 加征这个关税的这个规模 可是中国因为关税选项 受到美国进口规模的这个制约 就好像会受到限制 所以我请教夏教授 有人说和美国比起来 中国手里的弹药 好像并不那么多 夏教授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是从贸易规模的进出口的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美国向中国进口的数量非常大 5000多亿美元 而中国向美国进口呢 只有这个2000多亿美元 所以呢 一旦这个制裁的办法用完了之后 就似乎对美国就没有办法了 其实不然 我们知道美国在华有很多的企业 另外呢 中国本来承诺要向美国开放很多的市场 包括金融市场 电讯市场 能源各个方面 那么如果要是讲中国在这个方面采取报复 还有呢 在这个技术贸易 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如果中国政府采取一些报复措施 那是完全有可能 也就是说 不一定非要在这个直接的商品进出口方面 通过关税这一种方式来获得这样一个报复的徒进 我们知道还有非关税并 还有些其他的这个有关投资和投资方面的一些经济方面的领域 所以这方面完全可以大作文章 好 我来请教胡教授啊 有人说呢 除了关税手段以外 中国手里应该还有其他的这个武器 刚才夏教授也提到这个问题 那您呢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胡教授 我倒是基本同意夏教授的看法 中国的手段呢 是很多的 不止说关税 还包括给其他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大幅度降税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方便其他国家的商品在中国的销售 包括中国前一段时间宣布对金融保险等等市场开放 更大幅度的开放 那中国他也可以宣布美国除外 那也有可能 在投资合作成领域都有可能 包括也可能采用人民币点准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好的 那么关于 包括抛售美国的这个国债 甚至还包括在朝鲜伊朗这个叙利亚等问题上 中国不配合美国的那都有各种手段 看来中国呢 手里的武器或者说弹药也不少 那么我们现在有许多听网友来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这种看法 一位叫方黑莽 方黑莽 这位网友他说以牙还牙呀 也要看有没有牙可还 贸易差额摆在那里 只用关税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 但是中共这样的政权只会无所不用其极 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出来 至于是否会妥协 那是一定的 只不过不会承认而已 一位叫方吴 这位网友说 他说在美中贸易战中 尽管习近平不自量力 要以牙还牙 但手里并没有多少贸易战的常规武器 弹药是严重不足 但是他一定会用超限战的流氓武器 多年来屡试不爽 比如像砸日戏车 抵制乐天等等 虽然群体杀伤力不大 但对单个目标还是能够致命的 在华美企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我们现在就提人民币这个问题吧 中国最近我们看到 人民币是在剧烈的下降 我们看到走低的程度是很大的 到27号上午为止 离岸人民币汇率已经连跌了10天 连跌了10天 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 双双跌破了6.60大关 我来请教夏教授 您觉得这是正常的还是反常的 基本上大的态势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知道人民币中长期的趋势 就是贬值 在前一段时期 就是前两年的时候 曾经出现过破期 但是非常短暂 那么后来呢 人民币升值一段时间 那是由于中国宣布了一些 对外开放的措施 就是说要兑现WTO当时所做出的一些承诺 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那么现在再加上还有一点 就是中央货币当局 是可以动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 那么现在的情况 当中国的实体经济 已经不在景气的情况下 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消费的这个比例 以及各个方面的情况 都发生了比较大的逆转 在这种情况下呢 人民币本币贬值是一个比较确定的趋势 所以呢 我倒不认为官方是刻意的 大幅度的降低或者贬值 那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会说 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中国的出口 那么这个在贸易关系正常的情况下 这是有可能发生一定的作用 但是呢现在在双方打贸易战的情况下 这个关税惩罚和非关税的壁垒 以及其他的措施都用上的情况下 仅仅让本币贬值 并不能直接帮助这个明显的改善出口状况 那么我来请教胡教授 您认为人民币连续十连跌 这种现象与美中贸易战或者贸易争端 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既有联系又没有联系 说他没有联系是因为中国经济 最近表现疲弱 市集经济不断的下滑 的确从前面所公布的国家统计局的各种数据来看 无论是基础建策各方面的投资 还是民众的消费 特别是民众的消费也是大幅度下滑 还有出口 这个增加都下降 所以从这个经济的基本面来说 决定了人民币它还是会继续贬值 但是另一方面 至少中国政府它没有干预人民币贬值 因为人民币贬值大幅贬值 确实它能够促进出口 它能够增加国家外汇储备 或者至少是保护不减少 但是这样呢 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可能使得 民众手中的这个资金的价值 大幅度缩水 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重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 也许人民币如果过度的贬值 可能又是风险很大的 目前从国家来看 国家层面 人民币这种贬值 我觉得它的损失不大 我刚才说了 贬值了以后 可能其他人能够促进出口 外汇储备规定会减少 从国家层面损失不太大 但是民主在承受通货膨胀 这方面的损失会很大 而且中国 大量的促进出口 然后促进外汇储备 这个不减少或者是增加 而中国又是强制的 协会制度 其实是一种强买强卖式的 然后又导致大量的印刷 这个人民币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 未来的通胀 对民众的利益的侵害 可能说比较严重 好的 现在呢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的听众 观众们等在线上 要求加入我们讨论 我们再来接几个电话 请大家每个人都严谨一概 尽量 简明额要表达你的问题 辽宁的董先生 董先生你好 你好 谢谢主持人 然后我就想说 那个像天津王先生 那个上海唐先生 还有天津那个爱先生 这些 他们是做什么的 我就不再说对吧 你看那些镇江 镇江一些老兵 然后他们现在那个下场 然后像我们这个地方的公务员 也很长时间没发出工资了 就是当这个政府 不再需要你的时候 你会像垃圾一样 就被扔掉了 好的 谢谢辽宁的董先生 下一位是江苏的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 你好 那个那个 胡云总啊 他们 就是说 他整来了很多的数据 但是他有他的局限性 他在大陆这个体制内 不过他一旦出了国民 他保证就不会讲了 好的 谢谢江苏的吴先生 最后 湖北的张先生 湖北张先生你好 我觉得美国的那个贸易战 还是有一身对性 对于中国的共产党 我觉得美国和西方国家 应该联合起来 就是说 在加上对中国各方面的那种 打压和制裁 使中国内定的很多残垮的 造成他严重的失业 好的 谢谢 那么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两分钟了 我们就请我们的两位嘉宾 分别以50秒 做一个 做一个简短的评论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 首先夏教授 这场贸易战 无论如何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贸易战的结果 我相信最终是有利于 中国的改革开放 除非他是习近平一孤行 一定要关闭国门 走这个倒行逆施的道路 所以我想这个贸易战打下去 谁更能扛得住呢 我相信美国的这个国家的制度 和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综合的竞争能力 这个是艾先生讲的一句笑话 说美国完全没有竞争力 这个是属于头脑不清楚的 知道的人都知道 到底谁更有竞争力 谢谢夏教授 那么胡教授 您有30秒的时间 这个美中贸易战 从目前来看是不可避免 但是也不会说太长久 我认为合得两立吧 斗着两败 没有赢家 中国可以挺到最后啊 毛时代闭关锁国 即使二世纪 千万人照样获得民众的支持 美国却要顾及民意 挺不了太久 好的 这个民主国家 它有强大的游说集团的 受到议会和民意的提约 好的谢谢 所以我们可以 谢谢胡教授 谢谢胡教授